如何啊,我是少年 中国蜘蛛精可以迷住猪八戒,骗过唐僧 而日本的蜘蛛精却只能卖萌 但同样可以把蓝人迷得团团转 今天我要给你们讲的就是有点像鸟斋的日本动画 物忘猪 上古时期的京城被一只巨大蜘蛛袭击 它外表丑陋且小弟众多 会吐司不说还会喷火 人类根本无法预知抗衡 可来这危急关头 一位帅气的阴阳师出现阻止了蜘蛛精的攻击 他只身一人和蜘蛛精硬钢 而这只不过是一家古玩店老板燕州所讲的故事 因为店铺本身就不怎么赚钱 所以一到收租就是他最头疼的时候 好在他跟房东女儿雷吉的关系很好 所以偶尔可以稍微拖欠一下缓解压力 有天雷吉又来店里和燕州扯皮 结果无意翻开了一本古文书 里面有一张类似符咒的东西掉了下来 突然一个黑影从雷吉的手臂爬了出来 没有人注意到这个情况 直到夜晚到来 雷吉听到书家里边有动静 走过去一看 结果发现有个巨大的蜘蛛影出现 雷吉当场就被吓傻了 而从不信神佛妖魔的燕州 很担定地走到书架去检查 结果在倒下的箱子内 找到一个昏迷的小女孩 小女孩很快就清醒了 在看到燕州后 急忙地跑到了箱子后面躲了起来 可爱的模样 让燕州短暂失神 他被这个小家伙给迷住了 也觉得亲了想要和对方握手 但是这个举动却让小女孩很生气 可是愤怒的模样一点威慑力都没有 小女孩看到燕州还是保持微笑 额...腿 然后燕州就被扎了一下 只好这蜘蛛女孩是无毒的 未及被这个奇观给吓得半死 但是燕州却特别淡定 他总感觉似曾相识 于是在那本被打开的古文书中 得到了一个解释 依旧需要承接上面没讲完的蜘蛛故事 营养师和巨大蜘蛛正面硬刚 却不落下风 最后还斩断了蜘蛛精的躯体 可是他的身体却分化出了很多小蜘蛛 但是都没有生命迹象 唯独一个蜘蛛却化身成了女孩的模样 群众郎郎着要杀死这个女孩 但是营养师却不顾众人反对 坚持自己 然后开始抚养这个化身成人的蜘蛛女孩 可是平行日子没过多久 蜘蛛女孩所在的村子 附近就开始出现了很多失踪案 而且失踪的全都是男性 营养师起初还不以为意 但是他却亲眼目睹了小蜘蛛吃人的时候 他有没有杀死小蜘蛛或者隐瞒没有答案 因为那本古文书最后已经没有雷笼了 有人猜测是营养师被吃掉了 所以才没有雷笼 但不管结果是什么 燕州都很喜欢这个蜘蛛女孩 所以和雷笼开始商量要如何处理她 雷笼的思想是认为这个女孩不能留 但是燕州的思想却是 那么可爱应该不会做坏事 可才刚说完 蜘蛛女孩就突然咬了雷笼的头 都流血了 好疼啊 雷笼没办法改变燕州的看法 蜘蛛女孩就这样留在了店里 虽然害怕 但是雷笼还是经常来店里串门 经过时间的相处 反而和蜘蛛女孩打出了一些感情 但是就这样养在店里也不是一个办法 燕州已经找到了自己朋友帮忙 看如何 收留这个蜘蛛女孩 在一天夜晚 燕州突然被蜘蛛女孩给迷住神志 那时在月光照耀下 清醒后的燕州却看到了不一样的蜘蛛女孩 隔天两人就去拜访朋友 看如何处理这个蜘蛛女孩 雷笼就想要尽快摆脱这个妖怪 而燕州则是想继续养着 他们一言一句 可是朋友却神色临重地看着他们 所以拿出一个卷轴交给燕州 说关于蜘蛛女孩 在这里会有一些线索 燕州告别朋友后 朋友就让雷笼留下疑惑 然后跟他说了一段悄悄话 之后雷笼陪陪着燕州 跟随剪轴提示来到一个村庄 可是越靠近村庄 蜘蛛女孩就越兴奋 直到两人拿到一座古宅前 蜘蛛女孩突然变得超级兴奋 不顾燕州阻拦就想冲了进去 燕州担心蜘蛛女孩 所以也急往跟了进去 想起燕州朋友说的话 雷笼突然变得特别紧张 可是想要追上去 眼前却有看不见的蜘蛛丝 给拦住了 就这样 两人一遥迷失在了这个大宅中 燕州寻找蜘蛛女孩 雷笼寻找燕州 这个房间到处都是蜘蛛丝 而糟糕的是雷笼见到了一幅壁画 那个壁画似乎和燕州所讲的故事 出现了一个巨大蜘蛛有些相似 而燕州朋友给雷笼讲的话 其实很简单 只是让雷笼注意 不要被他迷了心智 首先要想的是 把蜘蛛女孩送到他该去的地方 最后再想如何去救燕州 如果仔细一想 现在燕州的黑眼圈 已经打得离谱 幸好雷笼在最快时间内 找到了燕州 可是 他忘了朋友的提醒 而是迫切的一心 只想救下燕州 两人来到大宅的屋外 只见此刻 也是夕阳迎来 在夕阳照耀下 燕州竟然还处于一副 睡眼朦胧的状态 这是鬼迷心教的征兆 突然 雷笼发现两人身上 缠门了许多蛛丝 在雷笼用力拉扯这些蛛丝时 那些蛛丝突然不再缠闹着燕州 而燕州则开始缓缓朝湖边走去 想到一切都是因蜘蛛女孩而引起 于是雷笼开始快速 清理燕州身上的蛛丝 在这过程 房屋剧烈震动 雷笼因为摔倒 而大叫了一声 这才让燕州突然清醒 但是此时巨大的危机 也开始出现 湖中出现巨大漩涡 而被雷笼捆在房间的蛛丝 却突然被漩涡重新拉扯 整个房屋开始出现倾斜 这个时候雷笼才看见 在湖底近来有一只巨大蜘蛛 很快他们就因为房屋倒塌而掉了下去 但幸好有一张猪网救了他们 而那个蜘蛛女孩已经蜕变成了蜘蛛少女 他说湖中的蜘蛛是自己的母亲 一个不经意的动作让雷笼掉了下去 蜘蛛少女趁着燕州不注意 且开了猪网 而那副鬼迷心象的模样 又出现在燕州脸上 吞出了雷笼的巨大蜘蛛 似乎很满意 而开始沉入湖中 燕州没有因为雷笼的消失 而失控 反而深情地握住了蜘蛛少女的手 时间不知道过去多久 燕州已经回归正常世界 然后在去朋友连边归完全轴的时候 朋友发现雷笼的眼睛已经变成了红色 他明白了事情的原味 本想有所作为 但是房间后面却有一双不该存在这个世界的手臂出现 顿时燕州和朋友都陷入了尴尬 然后朋友说出了一句 这次就这样批你了 这句话看似是对燕州说的 但雷笼听到后却吐出了舌头 买蒙了一下 这个作品是2012年出品的日本动画 简单易懂的剧情却能写思极空 美丽可爱似乎可以掩盖一切 真心付出似乎不能得到回报 朋友特地提醒雷笈 切记 先送蜘蛛回去 勿忘猪 勿忘猪 其实不只是在说燕州 不该忘记这是一只蜘蛛 也是在说雷笈 不该忘记 先解决蜘蛛 美丽外表下的险恶用心 可因善良而重温理智 雷笈忘记自己该先做什么 只是一味地去营救燕州 但事实根本却没有得到解决 现实根本没有妖怪 但是有比妖怪还恐怖的人心 它也能让人鬼迷心窍 想要只一个人走向正道 却发现全心引导 却还是让人无入歧途 而这幅动画最让人细思极恐的 并不是蜘蛛少女让雷笈去死 而是最后燕州和朋友的碰面 再看到那个妖怪触手 两人都心脏不熏的有些尴尬 加上燕州当时已经没有了黑眼圈 是否能够说明 他们都知道自己身边 到底带的是什么玩意 其实理解他们是自己心甘情愿 被蛊惑得更为合适 而这仅仅才只是个开始 为什么阴阳士那个故事没有结局 要么就是蜘蛛少女抹除结局 要么就阴阳士同样也被蛊惑了 毕竟有没有画面 她在喂食蜘蛛少女的时候 也出现了黑眼圈 难道养蜘蛛这么伤身体吗 我相信这只不过是一个轮回 至于什么时候可以终止 那就不好说了 我是少年 一个明年又可爱的九七年男孩 如果你喜欢我的解说 请点关注 那么给各位视频点赞 评论支持一下 这对我真的很重要 拜托拜托